而开议这一天国民党团先出招 前程五点就由立委吴宗献突袭地案 要求施政报告直接改成石安专报 不过民众党是要求说明天就加开院会处理 最后是获得国民党撤案支持 但是到了傍晚民众党待发党团协商 要求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要召开 让民进党怒劈太仓促不尊重 最后是选择缺席 只能等院长韩国瑜再度召集协商 而蓝白也上演了大和解 因为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自曝 22号后天晚上 他就会跟蓝白党团的三长一起吃饭 看第一天情况峰回路转 陈建仁到立法院施政报告 国民党清晨却突袭地案要求改成石安专报 早起床来送建有这个药物 希望明天能够加开一天院会 来处理石安的专报 但黄国昌提周三加开院会处理 来内部也担心 达领韩院长日前协商结论 8点50分急踩刹车撤案 当众上演蓝白隔两号 同样的案子我们就支持民众党 知道问题就知道问题 在博生量在作秀 民进党反制提案23号处理石安专报 韩国瑜才是由民众党召集党团协商 总招黄国昌亲自主持 但下午4点半除了主席 只有民众党干事长吴春成 和国民党团书记长洪孟凯三男对谈 内应三长就是没出现 一等将近半小时只能散会 民主进部党党团没有派代表出席 针对石安报告的这件事情 由院长来召集协商 但民进党干事长吴森 摇环员经过 民众党下午3点36分才发送协商通知 照大家一个小时内报道太不尊重 不过蓝白联手的态势 却似乎越来越明显 国民党三长跟民众党三长的冠军 会啦会来一次 我希望说我来一次 以后你们就自己 以后就自己讨论就好 衣服抹皮 和衣服炸 没有用的 立法院蓝白盒终于成型了吗 因为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 就在22号就选在立法院的康源餐厅 要带着自家民众党的党团三长 和国民党的党团三长就在这会面 22号立院餐厅蓝白会 在野联盟对抗执政团队 但光是一个食安捐报 却吵了半天 依旧没下文 接下来北众和报道